国盟主席兼土团党总裁慕尤丁 昨天晚上主持国盟最高理事会会之后表示 国盟将会在这个星期里头 提交7名倒戈国众议员的议席悬空通知 给国会下院的议长以及州议会议长 我们将说明 就交4个资源 给供比在chosbars spaces 泰国三昂峰 汉Bl团そして泰国来自相互 与两个人同有 talent 孟友丁在记者会当中就表示 这是根据会议决定 而且在律师的劝告之下 所采取的后续行动 那么在这里 我们还要和各位来去补充 刚才孟友丁他口中所说的 六个股会员 以及两个州议员 是因为倒戈支持政府的 花旺声区股会员穆罕阿兹兹 他同时也是单州的能吉利区州议员 事实上土团党之前发出的效忠信函 它的期限是到5月31号 所以很多人都会以为说 6月1号之后土团党就会开始行动了 包括说致函通知议长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等到相关的讯息 或者是消息 就连股会下院议长佐哈里 被问到的时候 也说还没有收到通知 原来是土团党这一方面 他们还没有采取正式的行动的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